所以这妻子一路支持着丈夫的这个艺术生涯 当然主业还是教课 美术老师教了一年多 初三毕业班 语文没人教 一看我的那个那里面的这个专业史 中文专业毕业 你先把美术定下来 你先教语文吧 然后我教语文 教语文正好那个时候有个审计课题 需要拿下来 我拿了一个审计课题 后面又有一个国家级课题 所以你看一路耕耘 一生勤奋 是吧 在自己的这个简直传承艺术上 也不断地在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而从自己本职工作 人民教师也干到最专最好 对对对 关键还是身边有一个好太太支持你 我喜欢外面去摄影 我喜欢外面去写身 都要去危险的地方 她要陪着我去 结果路上甲子断了 一个甲子有26斤重 一段一步路也怎么成了 好多时候她几乎是背着我回来的 哎呀 太难了 所以后面就我做钢板的甲子 我把钢板做成这么宽的甲子 然后那个虽然重比26斤还要重了 它还是要断 结果我们最后想起了什么办法呢 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是穿一条腿 它是背着一条腿 背韵 先生说的这个积极还是心中很多 我很感激它 所以 这一路走过来 它是我坚持的臂膀和依靠 真正是 它是我一条健全的腿的一臂 所以这一路走来 完全靠的是她的陪伴 如果没有她的陪伴 就没有我的一切 所以我要谢谢她 谢谢 说说此时的心情 好 说不出来 这一生的路都是一天天走过来的 就是 苦和乐都在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好 我响 四众 我看不到 我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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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副 我响 我响 所以 我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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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一个爱人更加值个名字 后来他说为广大残疾人和老年人做点什么事 然后他说你发现没有 我们好多农村的好多残老年人已经没有了 但是一个人没了但是一个一向都没有 没有 他家里条件不好吗并不是 他子女也有生活条件也还可以 但就是家里的这些子女们外面去工作了 没有留意这件事 所以我们俩最后商量 凡是50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都免费十二寸的照相 十二寸的镜狂 一个生活照 一个遗像 这两个照片我们就开始照 那是14年开始的 14年10月我们已经达到140多张了 这个事情一直坚持到现在 前两天刚刚刚到了一个 你看这个这些老人 这些老人每个人 他们一个是机器照 一个是每个人单单都照 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看这些老人非常那个 就是山区里边这些老年人可能 一辈子也拍不了几次照片 一辈子 他们说我一辈子只有照过身份证的照片 但是照片没有到过我的手 所以太有家具了 真的是 所以两位也是虽然身体不便 依然去这些山区里边最贫困的地方 帮这些老人拍照片 到现在你们拍了多少张照片了 现在已经是688张了 有700位老人 前一天我刚把这个已经发表了